在佔領的期間 特別是未開始佔領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測試的計劃 就是7月2號 當時試過有一批警隊抬 抬示威的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回去 之後我就聽過一些警察和警察 尤其是警察和我說 抬完之後 她一個星期的手其實還是軟的 是否可以很正常地去進行她的工作 而因為她們去抬 經常有身體的接觸 她們自己有些女警真的回到家哭 要找人去傾訴 因為被人上下其手 你又怎樣去保障 這些她執行任務的時候的警務人員 她自己受到的傷害 你們又會不會公平公正 去說當時真正發生的事呢 關照 安靦 住手 很… touching手 直接手 要請正常警方指示 你的警察 不要這樣 她就叫做 我們去為警察驕傲 為甚麼不是民眾驕傲 你是警隊的功能團體議員 為甚麼wyohl 為何我不是稱讚10月5日、10月4日 由警察去監護、由黑社會去打那些人 被人非禮的女性那種堅毅 你是甚麼人?一九九都不要緊 像梁美芬那樣就好,走入群狀 梁美芬也有膽量走進去 勸那兩位學生還在所謂中年人的不友善的施責下 繼續可以存在 其實梁美芬議員已經說清楚了 我們的運動是和平的